足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死即逃亡》 影片一开场,一帮吃饱了撑着的家伙凿开了位于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洞穴 这个洞穴处在阿帕拉契山脉下的一千多英尺的地方 世世代代生活在洞穴里的某种嗜血生物损鸟一直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它们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它们平静的生活会被几个饭桶给打破 常年生活在黑暗之中,损鸟一看见太阳全都疯了,扑扑拉拉的就飞了出去 不过这损鸟的眼神不太好,跟蝙蝠似的捕猎全靠定居 春花是某学校的高中生,三年前在一次车祸中不幸失了聪 因为听力不好,春花会经常收到同学们的嘲笑 拴住是春花的同学,由于有着相同的价值观 而且彼此看着都挺顺眼,因此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春花家一共无口人,除了春花之外,还有她爹地毛袋处 妈咪冷淡婶,姥姥李大妈和弟弟小人爱 外加一条城市不足败师有余的大推狗 晚上春花跟春花聊天的时候,春花发回来了一段损鸟的视频 铺天盖地的,一只只摩拳擦掌没看眼笑 卯足了劲打算让全人类交饭票 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春花被她妈咪冷淡时叫了起来 此时电视上正播放着紧急新闻呢 说的就是关于损鸟袭击人类的事 有关部门提醒老百姓,别出门别出声,以防戏份被杀了清 毛旦叔觉得留在家里是最安全 但好邻居王大哥却有不同的意义 认为此地凶多吉少必须赶快撒自跑 全家人一听认为王大哥的话非常的有道理 于是把行李一收拾就准备上路了 随后王大哥开着车在前面带路 毛旦叔一家人在后面紧紧地跟着 一位母亲抱着孩子乘坐地铁的时候 孩子由于年龄太小跟那儿不停地哭 乘客们意识到孩子的哭声很快就会把孙娘给吸引过 于是残忍地把这顿母子给撵下了车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娘俩被孙娘给吃了 有些事往往就是这样 生死存亡之际什么人性道德统统都随风而去 毛旦叔一家和王大哥正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 大兔嫖端着枪出钱 打算把毛旦叔的车给抢了 要说还得是王大哥 一抢就把大兔嫖给制服了 转过天一帮人正往前赶路的时候 王大哥为了躲避几只小路 一不留神把车给开翻了 毛旦叔等人过去一看呢 发现王大哥被押在车里出来了 春花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 可这种非常时期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毛旦叔使出了吃奶的劲 也没能把王大哥给救出来 王大哥说我的戏份马上就杀车了 你带着家人赶快跑 跑得越远越好 毛旦叔说老弟沉出气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一家人刚准备出发 那条大黑狗突然开始不停的狂叫 很快就把孙鸟给招来 要说还得是一波云天的王大哥呀 听到毛旦叔一家人的尖叫之后 急忙开枪把孙鸟给吸引了我去 为了保护家人 毛旦叔把那条一直叫唤的狗声到了车外 什么比特杜宾罗维娜 一遇到孙鸟全又在挂 王大哥一领和饭 把冷淡似吞得是肝肠寸断 差点就训练短间 由于孙鸟一直在附近下溜达 毛旦叔一家人也不敢开车了 决定徒步往前走 临走前 毛旦叔把王大哥连同他的车衣系给烧了 一键双雕 既吸引了孙鸟的注意力 也安全地把王大哥胡同上路 春花的姥姥里的蛮有小产命 姿要是一累着就倒不上气 毛旦叔一看这情况 只好命大部队原地休息 小郑太拿着望远镜瞎悬磨的时候 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座民宅 天黑之后 一家人摸到了民宅的附近 宅子的主人炮灰婶非常的警惕 听到动静之后拿着枪就出来了 这炮灰婶平时既不看电视也不读报纸 更不会上网 因此外边发生了什么是一无所知 当他正大声捍卫自己的主权的时候 听到动静的损鸟们群起而共之 把炮灰婶连骨头带肉嚼一嚼不离家 毛旦叔观察了一下附近的地形 发现了一条通往炮灰婶下的排出通道 毛旦叔身先士卒 第一个爬了过去 他进屋一看 有吃有喝环境还不错 于是便招手让其他人爬进来 在这个过程中 店后的冷淡婶不幸被损鸟咬上了 这损鸟的体内也不知道带有什么病毒 冷淡婶的腿肿得跟发面馒头似 春花在跟栓柱聊天的时候得知 栓柱的爹妈已经挂了 春花说咱俩还得白头到老呢 你赶快过来跟我会合 未来给冷淡婶致病 第二天一走 毛旦叔带着春花来到了附近的小镇 当这二位正悬慕着找药店的时候 联合教会的HR洛塞湖 正不怀好意的看着他们 父女俩摸到药店 看到这里早就已经沦陷 春花掀开一位遇难者的衣服 发现孙娇已经开始利用人体繁殖下药 春花吓得一声尖叫 几只负责安保工作的孙娇马上就杀到了 俗话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毛旦叔的顶口不是白头的 眼珠一转近上心来 利用声东击西的方法把孙娇给耍了 两人刚从药袋出来 就撞进了联合教会的人事部主管洛塞湖 洛塞湖找他们的目的 是希望他们能够加入教会的晋升一族 毛旦叔一看这不是添乱吗 很不客气的拒绝了 经过抗生素的治疗 冷淡室的病情好多了 已经可以自己洗白白了 转过天 毛旦叔突然发现 昨天遇见的那位牧师洛塞湖 居然带着人摸到了门口 毛旦叔也没客气 直接就拒绝了洛塞湖的要求 洛塞湖一看闻的不行 就露出了流氓的本质 意思是如果不答应 他们将会向春花下手 毛旦叔一怒之下把枪给端起来 洛塞湖一脸的满目在乎 因为他知道毛旦叔一旦开枪 随鸟马上就会开启攻击 这位洛塞湖果然是个言而有信的男人 到了后半夜 趁着月黑风高带着人又来了 他首先派出金发妹迷惑毛旦叔一家 原来加入晋升一族的人 都必须把舌头给搁 几个人解开金发妹的衣服一看 发现金发妹身上绑了好多的手机 而与此同时 洛塞湖站在窗户玻璃上的手机 叮叮叮叮叮的响了起来 这一想可不要紧 随鸟们呼啦啦的就飞了过来 紧接着金发妹身上的手机也开始叫啊 铃声此起彼伏 可怕一样人给吓坏了 毛旦叔急中生智 急忙把手机全炮在水里 洛塞湖一记不成就生二姐 派人直接闯进屋里把冲花给抢走 冷淡婶在跟对方死打的过程中 不幸被遵控权了 春花的姥姥李大妈别看是个病养了 但关键时候真活得出去 为了救自己的外孙女 李大妈死死的脱落两个龙套 然后开始拼命的尖叫 随鸟们一听 意识到这是要开饭了 扑扑着翅膀飞过去 把这三万一个团面 当毛旦叔等人跑出房间 发现春花已经被洛塞湖给抓走了 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毛旦叔一家人也活出去了 颅胳膊挽袖子跟洛塞湖等人开始玩命 终于来到了人类的病难所 春花和川柱也见了面 两人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 都成长为了对抗随鸟的战士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新春佳节人团圆 小嘴可别那么馋 野生动物不要吃 安安全全过个年